尝一块 任何时候都要讲良心的 她就算养我们皇家一辈子 那也是应该的 太太此言诧异 太太嫁入荣家 那就是荣家的人 当然要把荣家的利益放在首位 帮衬娘家不是不可以 但是要有个度 皇家的确帮我爹发了家 但是我们荣家也没有亏待过他们 每年给的钱都可以养一支军队了 是皇家舅舅自己贪心不足 坐吃空想 还贪污受贿 现在还弄出了自探机密这种事情 那个奸细 就是走皇家的门路进来的 太太 我们荣家养恩人 但是不养会背叛的人 不是说是孙家吗 这怎么又成了皇皇家 太太说话之前请先想清楚 你到底是荣家人 还是皇家人 你是什么东西啊 我告诉你啊 你就是个扫把星 是个扫星 你先扫死了你生母 然后又扫死了你弟弟 你现在连我都不放过啊 我看你啊 将来也是众叛清离 孤独终老的 会不得好死的 表姨这话太过了 我哪说错了 要不是他 我的新儿 他怎么会被绑架 怎么会死 是他见死不救 你为了保全你自己 你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人 把你的弟弟给害死 你看看你这副德行 你跟你爹一样 多情夸义 表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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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眼里 根本就没有什么 轻轻骨肉 眼里只有你自己 太太现在情绪太激动 等你冷静了 我再和你说 荣家上 别表姨 表姨 现在你爹还活着 你就不把我这个后马 放在严里了是吗 你想太多了 表姨 等你爹一闭眼 你是不是第一个把我 赶出门去啊 表姨 人都走了 你欠我一条日子 表姨 你怀我心儿 你凭什么对我药物养味呢 我真是遵念 加了一个账目 老姓狗飞 生了个儿子 那么 那么小就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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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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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的气啊 听说今天杨先生的门 好像是有什么话要问大家 你们是 有话想要跟大少爷说吗 没有没有 快去忙吧 佛先生那我们先走了 那我们先走了 好了 加上 我不想打扰你 但是如果 你需要有人说说话 我就在门口 不想打扰你 不想打扰你 你倒是没舍得 把你那些模型都砸了 为了它 不值得 别生气了 给你带了点饼干 尝尝 我之前看过一本医学杂志 上面说 人在生气的时候 吃一些甜食 会快速让情绪稳定下来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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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 我并不想和他吵架 他恨我 我怨他 归根到底都是因为心底的死 可人死不能复生 所以这个劫永远也解不了 我知道 有时候 心里憋着一口气 我发出来实在不舒服 好 先生也会和别人吵架 当然会了 我们家破产以后 没少受人欺负 我一个女人 带着又老又病的父母 稍微软弱一点 就会被这个世道欺负得 连个渣子都不剩 只见过先生说大道理时候的样子 想不出你吵架是什么样 其实 谁都不愿意和别人起争执的 太太也挺不容易的 儿子没了 丈夫又对他很冷漠 他自己也很孤寂痛苦的 但又不能像孙少卿那样一走了之 别人可以挣脱 但他却不行 也挺可怜的 我知道了 我以后逼着他 他 只是不懂你 在我看来 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你会爱护家人 用肩膀替他们遮风挡雨 未来 无论哪个女人嫁给你 都会很幸福的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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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